武漢早前爆發肺炎引起香港人的關注 近日陳豪就去完做事 自己會不會都擔心被傳染啊 少少啦 但去到當地之後 其實又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嚴峻的 可能我們覺得始終香港是經歷過類似的事 所以我們比較緊張一些 尤其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 加上有家室 變成我療傷任何人 我自己在安全措施方面做得多些 例如戴口罩 經常洗手、換衣服等等 老婆有沒有隔離你了 沒有 其實我回來之後 雷已經想撲過來 我告訴你 現在不行 等爹你清乾淨了 那才自在 換衣服、洗澡 另外再用消毒鹼液的話 全身塗勻 臉、眼、耳、口鼻、頭髮 你想得到的地方 我全部都塗勻了 黎諾伊 今年推出自家品牌燃糕 造詞線 銷情非常理想 看黎老婆幫忙試味功不可沒 兒子比較少 因為始終比較油膩 所以大多一點 老婆當然是吃 我都逼她試味 今年都試了很多 亦都是QC了很多好產品 希望今年可以保持上年的質素 大家吃的時候都覺得 嘩一聲 因為始終第一年用自己的命出 希望大家都覺得很好吃 黎諾伊煮食這麼厲害 但在家裡原來沒有下廚 我太太經常投訴我 她經常說 你懂得煮又不煮給我 因為懂得煮的人 很多時候回到家裡 是不想煮的 因為你又要動 又要洗 又要很多東西要搞 所以最簡單就是 希望和太太出去吃 但太太又很喜歡我煮的 新年、情人節我都會煮的